南生圍接連遭到縱火 包括今個月初橫水道設施被焚毀 至今沒有人被捕 全真社取得橫水道收費署的閉路電視 顯示火警焚燒三個多小時 期間兩次有人出現 警方就到元朗區議會交代調查進展 只延長未有發現助燃劑的痕跡 已加強南生圍一帶巡邏 何凱寧報導 南生圍橫水道設施今個月2日被縱火焚毀 警方當時在道頭取走閉路電視片段 消息指由於拍攝裝置硬碟空間不足 3月中之後的情況都沒有拍到和儲存 全真社取得安裝在橫水道收費署上的閉路電視片段 顯示今個月2日凌晨2點多 副道頭方向即是左邊畫面外出現火光 火勢及後加劇有著火的物件飄浮 到凌晨4點多 有一個人在對岸道頭小路出現 望著起火位置約一分鐘後離開 一個小時後又出現一個人 觀察3分鐘後離開 直到6點多 橫水道負責人譚根抵達現場才報警 事發近一個月至今未有任何人被捕 警方向元朗區議會匯報調查進展 指現場沒有找到助研劑痕跡 未有偵測到有助研劑痕跡 但當然了 覆完這麼說 有議員要求政府修回南生圍的私人土地作保育 政府修地 另外一途徑就換地 我相信 當政府落實了有關保育政策 這塊地才能夠繼續保育 如果政府一直拖自決 我相信 多災多藍的藍身圍 仍然會出現不同類型的破壞事件 這涉及香港整體一個自然保育政策 所以其實是由負責環保政策局去考慮 所以這方面我就沒有補充 警方已向元朗地政署建議 在政府土地上加張閉路電視 又重申仍積極調查案件 強調不會排除任何原因 亦已加強在南生圍巡邏 NOW TV記者 何凱玲報導